OK 我们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表格 然后我们从这个表格上面呢 我们再来看里面那些细节 我把左边的这边呢 写一个叫classic OK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是描述一颗粒子的 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concentrate在one dimensional OK 1D的一个状态 假设呢 我们有个particle 它在某一个状况 the state of a particle 那我们怎么去描述它 我们知道到了 我们一开始讲了 牛电力学F等MA summationF等MA 之后我们发觉 我们可以进入Lagrange来看待它 最后进入Hamiltonio来看待它 在Hamiltonio里面呢 我们去描述这个particle的state呢 我们用的坐标系统 我们可以说OK 它可以什么 specified by by什么东西 位置 动量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exactly描述它 它现在在什么地方 exactly知道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呢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嘛 所以它是个2D的什么 phase space OK 好 那量子力选呢 假设我们这边叫做quantum mechanics 第一个我们描述它 一样是一个state of a particle 我们如何描述它 我们呢 描述它的方式是用一个怎么样 represented represented by a vector 我们用一个状态的vector space the vectors 在一阵呢 Hilbert 在这个space里头描述它 所以它是一种状态上的描述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太理解 这个状态上的描述 到底是怎么样去描述它 第二件事情 在古典里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x跟p 它是个independent variabl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hamitania里面呢 一旦列出来了 我们就照解啊 记得各位的习题吗 解完之后呢 你就发觉 它有个normal mode 这个normal mode的震荡 假设在没有损耗下面 independent of time OK 它的模式 它的状态呢 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个就可以很清楚地描述 但是 在量子力学呢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描述它的东西呢 已经变成一个什么 permission的operator 大x 大p 这样子好了 OK 不但如此 它怎么样 要follow 它要遵守 以下几个操作 假设 我们一个大的x 我们把x当作一个位置的operator 那是干嘛呢 你对它 前后夹一个kit跟bra之后呢 计算完了 你会发觉 它会得到一个delta方 delta x-x'乘上x 也就是说 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x上面 这看起来没有什么 紧接着呢 假设是一个momentum p呢 你夹个x之后呢 它会等于这个东西 OK 假设大家对这个比较不熟悉呢 请大家回去呢 复习一下 这个近代物理里面 讲的 它如何从古典 过渡到一个 波动的方程式 去描述它 好 那这个里面呢 它就有稍微 讲到这个地方 好 它一定要遵守这个东西 而且 假设你有个物理量 比如说能量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那么 你要描述它 就是用个omega的 一个动态的一个operator 它呢 会跟x 跟大p有关系 它就相当于 你把这个小的omega 从x exactly 古典的位置呢 转换到 大x的operator 小的momentum呢 转换到大p的 momentum operator 但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目前啊 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待会呢 会 尽量来讲 OK 好 这样看起来呢 它们有一点点的 对应关系 OK 这个对应的关系呢 一开始 还可以理解一下 但是紧接着下来之后 它们的对应关系 越来越模糊掉了 我们 不太了解 这两个当中 有什么差别 不过假如说呢 我们回到刚刚 一个couple的oscillator 一个是双侠缝的 电子绕色 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古典呢 这些都是很明确的 它一旦知道了 它的位置 它的动量 假设起初知道 我后来就通通都知道 OK 但是对一个电子 它打出去呢 它一开始都是这样 打出去啊 但是最后得到结果 却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电子一旦 穿过去的状态 当然我们知道 就像纸骰子一样 我一纸下去 你告诉我 现在要多少 三还是五 你不知道 但一旦一纸完了之后 这个答案就出现了 exactly 就是那个数值 比如说三就是三 它不会再跳成四 也不会再跳成五 OK 但是你每次值的时候呢 不一样 除非呢 你值得一百万词 你说每一个一出现了 一百万词里面 有六分之一 它出现一 一百万词里面 六分之一 它出现二 OK 但是它一旦是一就是一 一旦是二就是二 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好 我们再来第三件事情 它说 the particle in a state 在一个状态 上面已经讲了 在一个状态 那个状态呢 可以用什么 x and p来描述它 这个没有什么 假设我们现在在major a dynamic variable 比如说 Omega 那你就会得到 你就会发现 这个Omega是很确定的 因为它可以用x跟p的 这个函数来描述它 OK 而且呢 你怎么去量测它 它都不会改变 而且是什么 not changed by measurement 这是古典 但是在量子力学里面 它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the particle in a state 你看 前面的描述都一样 这个时候描述呢 我们要pc OK 这个vector 来描述它 那么假设我们量测 一个dynamic variable 叫做 大Omega 有各式的物理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得到什么东西 它会发觉呢 它会出现啊 在one of the eye 跟values Omega 你告诉我 这两个一不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 我们要是把这个看作 又回到我们的双下风 假设这个射出去的呢 是一颗一颗的 大颗的球 它叫做 它刚刚是 例子是 大理石 它是不是两个霞凤 射出去之后 出现在上面的 就只有两个霞凤 对不对 我可能打出去的时候 位置有点偏 OK 反正能够过霞凤 就是过霞凤 然后最后呢 这出现后面呢 打在上面 只有两条 痕迹而已 但是量子力学 它告诉你们 不是这回事 我总是处在一个状态 然后我去量一个 动态的量 它告诉你说 它会出现 以这颗垫子 个人的眼光 当然它不是人 OK 好 它自己的 结果来讲 它只会出现在 它众多的 eigenvalue当中的一个 它就会这样出现了 我们能不能说 打出了这颗垫子 有多少probability 会出现在这边 会不会 我们不能用古典 这样子想 就像一个骰子 掉下去 我能不能说 它有六分之一的机会 会出现1 就1已经出现十次了 你告诉我 第十一次 有多少机会 会出现1 多少 还是六分之一 但是问题是 对量子力学 不是这样 它出现多少 它就是百分之百 出现在那个地方 OK 也就是说 它一旦过去 它一定会出现在 其中一个状态下面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描述 我们这个时候 给一个什么 一个叫probability 你说这个时候 为什么又有probability呢 P Omega 记住啊 这个P 跟这个P不一样 OK 请记住 这个是动量的operator 这个P呢 是probability 它指的是什么 很简单 你不是有个状态 pc吗 我把它每一个 出现的eigenvalue 它有个相应的 eigenstate 假如说这些东西 比如说pc的本身 我也把它normalize完了 它出现了 每一个eigenstate 就好 它也是一个basis的话 那么 这就好像 你有个物理量 我把它投影到某一个 轴上面去一样 所以 这个probability的 这个概念 就好像 我们把它投过来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它做个平方 它就可以 正比于 抱歉 我写得太乱了 这样 OK 它可以这样来描述 但是不要忘掉 这个probability 并不是单子的这一颗 它各个状态上面都有probability 它过去就是过去 所以这个指的一件事情是 刚刚你看看 单侠缝的这个实验 它是不是一颗电子打过去 然后把结果擦掉 再打一颗电子过去 再把结果擦掉 不是 它一打就打出一大堆电子出去 它简而言之 它告诉你说 我打出去这么多电子里面 有多少颗 它占据的 比如说 好像只是骰子 我只是一百万次 我只能够告诉你 一百万次里面得到一个结果 是六分之一 会出现一 所以相当于说 我打出这么多的时候 有多少会出现在荧幕上面 这个 specific ways OK the state of system 当然这是一个 particle 对不对 will change from c to omega as the result OK 它会直接的转变到这边来 它这颗就这样子转变过来 OK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一点点的不一样 最后呢 在我们这个古典里面 它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 这个 variables 这些呢 我们的这个 state variables x跟p 是change of time 它是时间的函数 OK if state variables change with time 那这个时候 它一定要遵守什么 Hamiltonians x dot 一定是partial Hamiltonian partial p p dot 一定等于负的 partial Hamiltonian partial x 它一定要遵守这个东西 其中这个 吵写的h呢 我们叫做古典上面的 一个Hamiltonian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大家上次都已经学过了 那我们在这边呢 第四个 他告诉我 这个时候呢 the state 假如说 他variable 他也是什么 跟时间有关系 他就要obey什么 shorting go equation 等于说我们在古典呢 我们遵守是Hamiltonian 的这个描述 那么在我们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遵守的是 shorting go equation 我们可以写成ih bar d over dt 它可以写成这样 请记住 这个时候 在量子力学上面的Hamiltonian呢 我们用大写的h 正写的h ok 所以呢 Hamiltonian呢 本身是x跟p的函数 那么它可以写成古典的 你将小x换成大x 小p换成大p ok 这样子来描述它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对应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要来 把刚刚的状况 再稍稍微解释一下 那我想大家就会比较了解 好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古典里面呢 庭云呢 他已经给我们看那个couple的 normal mode 我们任何个震荡 都可以是normal mode 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呢 我把 下面这些插掉一下 然后 把我要讲的东西列在上面 第一件事情 假如说 我们啊 a couple oscillation oscillation oscillators ok harmonic oscillators 假设有两个状态 就好像我们先前 算的 他有状态一跟状态二 ok 我们算的时候只有两颗嘛 对不对 状态一状态二 那么呢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他所处的任何一个state a possible state ok can be described 可以描述成什么东西呢 这两个状态的线性组合 ok 那么这个线性组合数学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个形式一震荡起来 刚刚有给各位看看三个的震荡 它震荡起来 你能够感受得到 它是原先那三个normal mode的线性组合 那看起来差别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线性组合之后的结果 looks quite different 跟原先怎么样 一跟二的呢 非常的不一样 ok 但是假设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一个状态来描述它 那么假设你也有两个状态 ok 比如说 一个 是percy 一个是percy plan 比如说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any state can be described by 这个东西 它也是类似个线性组合 那你说 老师啊 这个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嘛 这个跟这个又有什么两样嘛 对不对 但是在物理意义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the particle with sometimes in 这个state ok and and with some other time in five plank state 它只能够告诉你一件事情 假设你要这个例子重复的 做实验 它可能在某些状态下 某些时间下面 你会观察到 它是处在这个状态 某些时间上面 它又处在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跟我们丢筒板也很像 对不对 丢筒板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丢过筒板 好 筒板丢起来 然后就这样算 对不对 这个有点像量子力学 对不对 我的状态呢 很模糊 你知道吗 射出去的状态 initial condition 重置都一样呢 得到结果每次都不同 但是你一旦得到的时候 就是那specific的结果 好像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会说我有另外一个probability 我会形成另外一件事情 只是因为我的人生不可能重复嘛 但是量子力学里面的电子 我可以重复打 所以它就可以在各个状态当中游移 OK 并不是说这次打出去 可以是A 或者马上跳成B 不是 但是呢 我每次打的时候呢 都有一定的几率 跳到其中的一个地方去 好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常常的我们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Persi的这种描述啊 并不是很恰当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好像一个骰子的状态 什么叫骰子的状态呢 它最后只有1到6 这几个状态啊 所以1到6 我就把它定义为 它的eigenvector OK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在量测一个dynamic variable的时候呢 description一个dynamic variable的时候 我们能够怎么样 把它用它的eigenvector的 或eigenstates的状态来描述它 OK 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量个物理量 我们无法用这个来描述它 好像一个骰子 它的状态 你如何去描述它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却知道 假设今天我做了这个动态 是要甩下去 它只有6个eigenstates 它就只有这些 那么它状态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用这6个来描述它 比如说我先将它呢 投影 抱歉 我写大影 我将它的状态 投影在它可能出现的一些状态上面 当然 这个只是它的投影量 我在层上 在那个状态下面的描述方式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它展开来的意思 跟古典完全一样 OK 看起来都非常好看 那么其中的这个呢 我们的probability 被我插掉了 对 好像被我插掉了 OK 所以呢 根据我们上面呢 我们呢 定义出一个 Omega的probability 它就是什么 c投影在Omega相对的状态下面的平方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定义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假如说 你所谓的状态是一开始 它 就是 其中的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 你量测的这个dynamic量呢 一定直接对应的 就是这个 OK 就像一个骰子 本来就在第一面 摆在桌子上面 我们去描述它们的状态 一开始盖子不知道 现在翻开来了 它当然就在第一个了 OK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假设不是呢 比如说它有两个状况 那我们怎么描述它 我们说它有这个 它有这个 两种状态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我们可以把它 做个linear combination来描述它 但常常我们要把它normalize 我们希望呢 可以让它的值呢 它的状态 出现的这个几率 一定就是1嘛 它一定会出现 它现在的状态 所以我们把它normalize 出于它的这个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代表一件事情 你量测这个状态 你量测这个状态呢 某些时候呢 假设量测N次 OK 它出现 Omega1的这个几率呢 它会等于alpha1 除以alpha 抱歉 alpha 平方加上beta 平方的开更好 OK 它出现在Omega2的几率呢 就写成这个样子 OK 请记住 这个是一个计算的方式 OK 所以呢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方式 好 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只量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只赛次 我就只赛一次 OK 我可以指很多次N次 但是每次就只有这样子 或者我设电子 设过双霞缝呢 设了N次 但是只有一个双霞缝 那么假设我有两个状况 连续的时候 应当怎么办 这个部分呢 我留给大家 回家当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测试 你自己看一下 你可以发掘一件事情 这跟它本身的状态 记住哦 这边的这个状态 跟它的这个 Icon value 本身的对应关系 在我们这边讲的里面 全部都是non-degenerate 假设 degenerate的时候 你怎么办 OK 那这些呢 全部留给大家去看 谢谢